最近几天,H、ME及NIKE、阿迪等品牌发表的抵制《新疆棉花》的言论,将这些外国品牌推至风口浪尖,但是同时,也掀起了国人的一股爱国情怀。 一直以来被国际大牌压制者的国货品牌也纷纷借此浮出水面,成为国人争相追捧的服装品牌。 3月16日,国潮服装品牌马克华飞官宣认加伦为其代言人,而任加伦的代言能力也让品牌方看到了良好的代言效应,品牌热度直线飙升,超过了2月同品类代言平均水平,以及2月所有新增的代言的平均水平值。 以前确实不知道马克华飞这个品牌,也很少关注这些休闲类的品牌,但是自从任加伦做了代言人之后, 对这个品牌也有了一定的关注和兴趣。 马克华飞是2001年成立的,一直以探寻多元文化,以当代视角、艺术手法交融创意,满足时尚潮人个性需求,为大家提供多元化的时尚品牌。 品牌定位是多元艺术潮牌,更适合代言人任加伦打造不知国潮。 国潮不止的品牌口号,也正是因为最近大火的新疆棉花系列事件,才让我们更加进一步地知道, 国潮山海经系列白涕,选用优质的新疆棉花,传承中国悠久历史底蕴。 真正的国潮,支持国货,起心协力传递中国精神和中国态度,而品牌方首页展示的优质新疆棉也诚意满满。 中国力量,中国品牌,昨天下午,品牌方发布了一则Vlog,邀请粉丝一起加入马克华飞直播间,迎娶4月6日马克华飞上海时装周门票。 从这个Vlog里可以捕捉到关于任嘉伦4月行程里非常重要的信息,4月份他会有一次短期的上海航,可以出横电放放风了。 来给大家画个重点,时间,4月6日,地点,上海,室友,马克华飞时装周,机会,与任嘉伦同台看秀,看到这样的消息开不开心,亦不意外。 关注3月26日至28日马克华飞炒粉直播节,具体如何获取和任嘉伦同台看秀的机会,品牌方会在直播间告诉大家,感兴趣的家人们自己去直播间围观吧。 如果获得了与任嘉伦同台看秀的机会,要记得回来秀一秀,即使对休闲类服装不太感兴趣的我,也忍不住去关注了一下品牌方,衣服确实很有个性,设计灵感汲取了山海精的元素。 把无尽的想象灵感和奇幻之境的趣味和服装结合起来,既柔软舒适,又潮流炫酷,衣服好看,人更好看,不知道谁会有这样的荣幸,能获得4月份和任嘉伦同台看秀的机会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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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